中二七二十七日 在华尔街最有价值的一些公司 发布财报之前 以及在为期两天的美联储会议召开之前 美国股市小幅低开 党琼斯工业平均指数 开盘是下跌65.41点 0.19% 至35,078.90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 开盘下跌5.92点 0.13% 报4416.38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开盘是下跌32.77点 0.22% 至14807.95点